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香港圣诞节当天再有暴徒到多个商场聚集闹事 在望角朗豪访外有过百暴徒向警员叫嚣 警方释放催泪弹并用胡椒喷雾驱散制服多人 警方还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和九龙湾的德福广场制服数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和联邦政府内阁成员举行年终会晤 普京强调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不足 政府的首要任务使提升经济加快人民实际收入的增长 普京还指出政府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解决人口问题 美国赞同特朗普协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25号通过白宫视频发表圣诞贺词 祝福国民圣诞快乐 特朗普还向所有保障美国安全的军警 以及执法部门人员表示感谢 并特别祝福驻外美军祝愿世界和平欢乐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5号在范蒂冈发表圣诞文告 祝愿世人战胜人性黑暗面解决宗教迫害 社会不公和武装冲突等问题 他还为战乱地区祈求和平 而在英国和意大利也有宗教和慈善机构为民众祈福 庆祝圣诞 圣诞节期间各地人民庆祝方式五花八门 在德国和英国有东勇爱好者不畏严寒 在冰冷的湖水中欢度节日 而在德国柏林尽管湖水滴住五摄氏度 还是有人抱怨太过温暖 觉得要是能结冰才足够刺激 各位早 今天头条我们关注到在香港 25号圣诞节当天再有暴徒在全港的多个商场聚集闹事 而在入夜之后 在望角的地标商场老豪访外 继续有暴徒聚集 警方释放催泪弹 并且多次用胡椒喷雾驱散 制服多人 傍晚六点左右 防暴警察在望角狼豪房外发射催泪弹 当时有过百名暴徒向警员叫嚣 警员之后向前挺进 暴徒四散 至少一人被制服在地上 但暴徒随后又在附近重新聚集 大批防暴警察冲入波兰街 向暴徒发射胡椒球段及胡椒喷雾 多人被按在地上 有人双手被反绑 另一批人就带到一边搜身 到晚上十点 警方扩大封锁范围 防暴警察包围亚街老街 只望角到一段波兰街 期间约有100人遭检查及搜身 部分人之后给带上警车 至于在新界的沙田新城市广场 从下午开始也有大批黑衣暴徒聚集 他们进入十次导论 将酱料吐在餐牌上 防暴警察冲出制服多人 新城市广场晚上7点左右 广播会提前结束一夜 港铁沙田站 新城市广场的出入口也都关闭 此外 在九龙湾德福广场 晚上有数十名激进示威者聚集 大批防暴警察进入商场 举起栏气警告 之后在商场内制服数人 并释放胡椒喷雾 而在尖沙嘴海港城 大批警员在商场内戒备 并不是检查商场内的人 搜查他们的随身物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社交网站的专页上撰文 批评自私的暴徒 在节日期间漫无目的地进行破坏 林郑月娥指出 平安夜人人都希望欢度佳节 可惜暴徒又四处破坏 让市民大感无奈 在港过节的游客更感到扫兴 暴徒的破坏 让今年圣诞佳节未能普天同庆 也让原本稍微好转的世道蒙上阴影 他批评暴徒完全罔顾 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特区政府必定权利遏斥暴力 让所有违法的人面对应得的后果 务求回复社会秩序 让市民可以正常生活 游客也可以继续来香港这个好客之度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 昨天是强烈反驳香港观察 针对平安夜警方执法的声明 只有关言论是虚构 完全不负责任 以及极度不公平 发言人强调 警方在整个行动中 一直采取严谨而克制的态度 只用了最低武力 应对圣诞前夕 暴力示威者公然的违法行为 包括纵火 肆意破坏店铺和汇丰银行 旺角分行 堵塞道路 破坏旺角一带的21组交通灯 凶残的攻击无辜市民 用汽油弹袭击警员 袭击警方防线和非法集会 这些违法行为毫无疑问 大大影响了公众的和平与安全 警方有必要执法 发言人指 必须杜绝这些错误看法和恶意谎言 因为他们向海外社会描绘了一个 完全错误的香港形象 香港坚信并严格遵守法制 香港警察绝不可能向和平购物人士 和示威者采取执法行为 布黄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话题 请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为大家点评分析 宋先生早 宋先生早 宋先生我们知道 其实圣诞节对于香港市民来说 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但今年的平安夜不那么平安 对于再有暴徒到香港的多个商场聚集闹事 您有什么观察 确实就像你所提到的 圣诞节对于香港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那么香港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 所以圣诞节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 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在这种环境下的话 你向暴徒不断地到处去惹是生非 来制造麻烦的话 对香港的国际形象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 我们知道从今年六月份开始 一直到现在香港的暴力示威行为 一直没有减弱 那么稍微停断了一段时间 但是在节假日的时候 你像暴徒又开始上街 不断地来制造是非 这样的话 对于香港来讲的话 尤其是香港的老百姓来讲的话 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问题 现在香港有向犯罪天堂滑向的这种危险 这个对于香港自身来讲的话 将会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关键在于有一些人总认为 自己可以违法 可以犯罪 而且是法不责重 而且法律呢 对自己又无可奈何 也就是对法律缺少应有的尊重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很多人认为 我违法犯罪并不承担任何的成本 另外呢 还有一些人认为是违法为了达意 这些东西都导致 现在在香港这种暴力示威行为 包括暴力行为 不断地蔓延 不断地肆虐 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其实作为这些所谓的暴力分子来讲的话 应该深刻认识到违法就是违法 不存在所谓的达意 这个意义是什么 意就是一个社会的公平秩序 意就是法律 包括法治精神 所以如果把这种所谓的违法 当成是家常便饭 将会导致在香港出现 真正沦入到了一个犯罪的天堂 什么人都可以违法 最后呢 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 这个是非常的可怕 而且从长期来看的话 如果这种情况变成现实 真的香港变成了一个犯罪的天堂 那么很多国际的一些资本 将会离开香港 因为这样一个社会并不安全 对整个香港的老百姓 包括外国的投资者 将会带来极大的信心的打压 那么未来包括在香港的人才 包括资金资本等等都会流失 这对于香港来讲的话 将是致命的一种结果 也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 那么从香港政府的角度来讲的话 应该加大指暴制乱的力度 确实要防止香港走向犯罪的天堂 全全 好 谢谢宋先生的点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有环球聚焦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和联邦政府内阁成员 举行年终会晤 他强调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不足 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来提升经济 每年的年终 俄罗斯总统普京都会到俄罗斯政府白宫 与联邦内阁的成员进行对话 星期三的下午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政府成员在白宫 举行了今年最后一次会面 普京认为政府与中央银行已经达到目前社会上最低的通货膨胀率约3% 根据官方的预测 GDP在2019年将增长1.3% 但是仅仅有这样的增长率还是不够的 实现这些目标 应当加快人民实际收入的增长 这是俄罗斯政府的首要的重要的任务 普京强调 另一项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人口的ET 在社会领域的后续的所有步骤 都应当解决抚养有孩子家庭的议题上 所期望的结果要进行精确的比较 以改善政府工作的进程 凤凰卫视卢宇光 萨维 怨利叶 莫斯科报道 由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 出发前往克里米亚半岛的狩猎列车 25号在圣诞节当天 抵达了克里米亚城市塞瓦斯波托尔 由圣彼得堡开抵塞瓦斯托波尔的狩猎列车 缓缓使进月台 月台上挤满了未见证这一刻的克里米亚民众 有人兴奋地流下眼泪 有搭乘这列列车的乘客用难以置信来形容这次旅程 这座欧洲最长跨克市海峡的克里米亚大桥 长约19公里 大桥供铁路公路两用 铁路大桥23号正式开通 预计每年约有1400万乘客和1300万吨货物通行 不过货运列车预计要到明年7月才能通行 而乌克兰检查当局25号表示 已就有来自俄罗斯的列车非法运载人员 通过克里米亚大桥至乌克兰境内展开形式调查 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2014年举行公投 同意脱离乌克兰入俄罗斯 欧盟和美国等国家之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乌克兰当局也禁止货物 经由乌克兰领土进入克里米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网页上的消息 关注到伊朗方面 那伊朗呢上个月因为燃油价格上调而引发了 在全国多个城市都引发了示威游行 现在示威者也提出了新的诉求 希望有更多的政治权利 到当地时间的周四 这场示威就进入第40天了 在40天的这个时间节点之前呢 伊朗政府在部分的城市是实施了手机的禁网令 截断了手机的网络 那当地通信社呢引述官员的最新消息说 如果当地的安保官员认为有必要的话呢 可能会在更多的城市更多的省份 实施手机断网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一场游行持续到现在呢 有非政府组织观察 现在已经有超过300人死于游行期间的冲突 有超过7000人被捕 伊朗政府一直指责是由外国势力来煽动国内的紧张形势 而且呢他们大多数都是通过手机和这个社交网站 来和国内的人事联系的 而且呢伊朗方面早前也宣布说 减获了120多支由外地运输进伊朗的枪支 而且这些枪支全部都是由美国制造的 好来看其他消息 叙利亚部队总司令部宣布 最近的一个星期一收复了伊德利布省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并且迫使恐怖组织从40多个乡镇撤离 叙利亚军事战略专家指出 这一成果有助于叙利亚部队继续向接连北部重镇的阿勒坡 两条国际高速公路推进 来看本台驻大马士革记者发回的报道 叙利亚部队经过一个星期一 战绩伊德利布省恐怖武装组织战斗后 解放了南部和东南部共320平方公里的地区 并修复了40个村庄和宣布队 目前叙利亚部队距离马阿赖努阿曼这一战略正式机油机关里 而叙利亚部队在这一正式行动中的最重要冲锅 是完全打破了恐怖组织在伊德利布省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多高防疫线 因此同时修复部队也开始在伊德利 伊德利布省其他方向该动性的展现 来分散恐怖组织的战力和注意力 我们现在是丁佛迦亚部队距离密关系商业房 要计算是丁佳部分的锈活动 最重要是丁佛迦典的手を折磨成 Dream 这是丁佛迦典的关系 丁佛迦典的关系 最近修理亚军队在伊德里布省内所持有的推进 最重要的是书部队将可依靠这些地区作为十分重要的出发点来完成正式行动 就是解放目前仍然被支持阵线和其他恐怖组织 将领的阿拉伯和哈马省之间的国际道路 及阿拉伯至拉达基亚的高速公路 这些地区设计划是最重要的地区的地区 它是最重要的地方的地区和哈马省 也意味着地区和哈马省的地区和哈马省 也意味着地区和哈马省之间的地区 解放伊德里布乌生的第二个阶段正顺利和快速的进行 就是收复阿拉伯到拉达基亚和哈马到阿拉伯的两条国际道路 目前苏部队已经达到了 只有蒋里为止的马阿赖诺阿曼市的附近 本号位是哈萨博士 苏利亚大马什克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25号通过白宫视频 他表现了圣诞贺词 祝福国民圣诞快乐 The President and I want to wish each and every American a very Merry Christmas At this sacred time of year Christians celebrate the birth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and rejoice in his love for every person We give thanks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come together to care for others with compassion and bring the warmth and bliss of this holy season to our families, our friends, our neighbors and to those in need 特朗普和梅拉尼亚还向所有保障美国安全的军警 以及执法部门人员表示感谢 并特别祝福诸外美军 祝愿世界和平与欢乐 好 我们来看一幅相关的漫画 现在圣诞节已经过了 马上元旦又要来了 进入2020年呢 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 因为大选年又要来了 马上就要举行总统大选 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早早就宣布了要竞逐连任 那之前呢 外界各种分析评论对于他的连任之路 还是比较看好的 认为机会还是挺大的 但是现在情况有可能不同了 因为特朗普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三位 被众议院立案弹劾的总统 我们来看到这幅漫画当中 特朗普穿着他 他特别爱打高尔夫 穿着他的高尔夫球衣 骑在了一个有着美国国旗图案的 这个火箭炮上面 兴高采烈的准备一飞冲天 但是此时慢着 后面有人拿一根绳子 紧紧拽住了这个火箭 那就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那佩洛西周围还散落着 这个弹劾的文件 到底佩洛西能不能把特朗普拽下来 还是特朗普能够继续飞向天际 我们只能继续观察了 好来看其他消息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25号在梵蒂冈发表圣诞文告 祝愿世人战胜人性的黑暗面 解决宗教迫害 社会不公和武力冲突的问题 83岁的教宗方济各 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上 向广场数以十万计的信众 发表圣诞文告 教宗指出 人性的黑暗面导致宗教迫害 社会不公 武装冲突及惧怕外来移民等情况 希望世界能让基督的光 穿透这种黑暗 教宗指出 布吉纳法索 玛里 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等国的基督徒 受到武装组织压迫 祈求上帝安慰那些因信仰而受苦的人 同时 他也为深陷冲突的叙利亚 黎巴嫩 也门等地 祈求和平 与此同时 英国圣工会坎特伯雷大主教维尔比 在圣诞日讲道时 提及上约伦敦桥造成两人死亡的恐袭案 他同样提到人心的黑暗 有可能威胁到日常的稳定与希望 维尔比认为 圣诞节的根本 光 生命和爱 可以引领大家走出困局 而在意大利首都罗马 当地一家慈善机构在圣诞日 为数百名难民 露宿者 和其他有需要人士提供免费的圣诞午餐 负责人表示 希望展示出圣诞节是属于所有人的节日 在这个世界仍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这家慈善机构于今年已在意大利全国 为超过六万人提供圣诞午餐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丽莎白二世 25号发表一年一度的圣诞文告 他表示呢 今年对王室和英国来说 都是崎岖不平的一年 希望大家带着有意和解的精神 搁置分歧 当天英国王室成员海盗教堂 出席圣诞日礼拜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温莎堡提前录制的圣诞文告视频中 回顾了过去的一年 她谈到登月 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内容 以及和解的意义 她也说 今年对王室与全英国来说 都有些崎岖 中文字幕志愿者 视频最后还播出乔治小王子在父亲以及女王和查尔斯王储的陪伴下 搅拌布丁的温馨画面 英女王在25号早上还前往诺克福郡的庄园 按照传统出席圣诞日礼拜 王储查尔斯夫妇 安德鲁王子以及威廉王子一家等王室成员也有出席 礼拜结束之后 威廉王子夫妇还带着大儿子乔治王子以及女儿夏洛特公主走到门外 与周围的民众打招呼交谈 刚出院的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没有露面 至于哈里王子一家 今年则没有与王室其他成员一起度过 而是选择在加拿大过圣诞 另外肯兴顿宫当天发布了威廉王子与三名子女的黑白合照 祝贺大家圣诞快乐 照片由妻子凯特在今年拍摄 照片中戴着狩猎帽的威廉王子秦文幼子 路易王子 夏洛特公主和乔治王子则在旁边微笑看着镜头 凤凰一世综合报道 圣诞节原本是温馨美好的日子 但是在英国家庭有三口人 在圣诞前夕 在西班牙一个度假村的泳池内溺水身亡 西班牙警方25号展开立案调查 事发在西班牙南部太阳海岸的一个度假村 当地媒体引述目击者指出世家庭的9岁女孩 在温泳池中育溺 他的16岁哥哥和53岁的父亲随后跳入水中试图救人 但最终三人一同遇难 另外有报道指 溺王的父亲和女儿是英国籍 而男孩是美国籍 当地警方在事发后抵达现场展开调查 度假村负责人表示 泳池手续齐全 而且通过了所有的检查 事故原因可能会在尸检之后有眉目 英国当局表示正在为一名英国女性提供领事协助 我们来看一个网页上的消息 来关注到在日本媒体报道说 日本体育厅在今年的4到7月进行了一项调查 调查内容非常有意思 是针对全国的201万名中小学生 进行他们的体育运动能力的调查 那几乎是涵盖了日本所有的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和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那结果呢不太理想 结果显示小学生的这个运动能力 接受调查的小学生的运动能力呢 是2008年以来超过10年以来的最差 而初二学生的表现也是5年来的最差 媒体就分析说呢 这个调查分析说啊 那很有可能呢出现这样的结果 是因为现在孩子们在课余 玩手机的时间增多了 但是锻炼的时间变少了 而且学生的肥胖率也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好休息一下回来有来自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稍后见 各位早 香港圣诞节当天再有暴徒到多个商场聚集闹事 在望角老豪访外 有过百名暴徒向警方叫嚣 警方释放催泪弹 并用胡椒喷雾驱散并制服多人 警方还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和九龙湾的德福广场制服数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和联邦政府内阁成员在年终会晤 普京强调 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不足 政府首要任务是提升经济 加快人民的实际生活增长 普京还指出 政府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解决人口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25号通过白宫视频发表圣诞贺词 祝福国民圣诞快乐 特朗普还向所有保障美国安全的军警 以及执法部门人员表示感谢 并特别祝福助外美军 祝愿世界和平欢乐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25号在梵蒂冈发表圣诞文告 祝愿世人战胜人性黑暗面 解决宗教迫害 社会不公和武装冲突等问题 他还为战乱地区祈求和平 在英国和意大利也有宗教和慈善机构 为民众祈福庆祝圣诞 圣诞期间 各地人民的庆祝方式发八门 在德国和英国 有东勇爱好者不畏严寒 在冰冷的湖水中欢度节日 在德国柏林 尽管湖水低至五摄氏度 还是有人抱怨太过温暖 觉得要能结冰才足够刺激 欢迎回来 来看看网页上的消息 那关注到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会见了日本外相茂木敏冲 那双方呢 高度评价了日本领导人 高度评价中日双方领导人 在会晤中达成的重要共识 同意要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牢固中日之间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同时呢 要保持两国关系的改善发展舍头 逐步的构建符合新世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那茂木敏冲就表示 日方是高度重视 并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 明年春天国事访问日本 那日方现在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 营造有力气氛 而且两人还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 来看其他消息 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发布第一批价值500亿美元的 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第二次排除清单 清单涉及六项商品 主要是化工产品 从26号几亿年内不再加征 自2018年7月6号以来实施的反制美国301措施的所有批次加征关税 海关总署表示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将会继续展开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 并且会陆续公布后续批次的排除清单 提交第二批对价值600亿美元 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排除申请已经截止 相关的申请正在合查当中 本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经济 分析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有望缓和 给中国做好内部改革争取了时间 同时中国也在加快对外多元化布局 应对中长期的中美战略竞争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与中美贸易战的冲击有多大关系 分析存在不同看法 而曾担任过16年中国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公开表示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是他未来最关切的问题之一 2020年和未来中长期 中国经济都将面临包括中美贸易摩擦 以及衍生出的地缘冲突等因素扰动 哪怕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 本月迈向胜利签署 也没能改变这种担忧 今天是经贸 明天可能是人才交流 后天可能是科技交流 再往下可能是文化交流里面 碰到一些麻烦 军事上等等等等 所以这次的这个协议签当然很好 当然很好 但是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觉得中美双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有官方智库人士则对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的签订落实 抱有积极态度 认为受大选等因素影响的美国需要这份协议 而中国也需要 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逻辑不会改变 但2020年态势会稍稳 逻辑不变化 人们讲的是15年20年的逻辑 而不是一年 对吗 那么也就这个逻辑的变化是个什么概念呢 也就2019年 如果中美的逻辑是一个出乎预料的逻辑 那2020年可能这个 这个逻辑可能要往回谈一部分 我觉得2020年呢 我个人的预期可能会会比2019年 无论中国经济还是美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 总的态势会比2019年稳 分析认为应对中美贸易持久战 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双底线思维并重 稳增长并防风险 鬼根结底对内加大改革力度 对外加强布局 中国持续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在力推的人民币国际化方面 则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借助大宗商品贸易实现国际定价规则 和货币体系的深海突围 有分析认为 哪怕争取中美经贸关系 短暂的缓和 中国也是值得付出一些代价的 重要的是要以时间来换空间 来为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坚 来争取更多的时间窗口 分华卫视陈林复托北京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厅厅长 钱小陈25号宣布 跨域的立案服务 已经在全国中基层人民法院全面实现 民众在任何一家中基层法院 都能够获得和案件管辖法院 同品质的立案服务 对于民众该如何进行跨域立案 钱小陈表示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可以通过选择就近的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向由管辖权的异地法院提交立案申请 管辖法院收到后 及时响应 由接受立案申请的法院告知当事人 同时还可以依托中国移动微法院 建立起的数据网上流转的联动办理机制 实现一站式电子诉讼服务 那么他这种便利实现的方式啊 我们看到啊 他不仅仅是通过网络 而是通过网络把人民法院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诉讼服务大厅联系起来了 那么把这些分散的诉讼服务大厅通过网络连成一个大厅 就是我们的 就相当于它是各个大厅连成一个大厅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大厅为人民群众提供整体化的服务 就是你到了一地的法院的诉讼服务大厅 跟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法院的诉讼服务大厅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为我们后续的跨域诉讼服务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为支持跨域立案 最高法信息中心主任徐建峰表示 最高法建设的中国移动微法院 支持网上立案 网上送达 移动庭审 见证执行和司法公开等核心功能 真正实现 由让当事人跑腿变成让数据跑路 依托中国移动微法院 能够实现诉讼过程和诉讼行为全程流行 当事人可以随时查询 随时接受节点信息 随时监督 促进 审判流程 更加公开透明 中国移动微法院 让法官和当事人 能够充分感受到 指尖诉讼 涨上办案的便利 据最高法数据 今年7月启动跨域立案服务改革以来 截至12月23日 共提供跨域立案服务 19471件 其中提供省级行政区内跨域立案服务15810件 跨省级行政区服务3661件 70%案件管辖法院实现30分钟内响应 凤凰卫视 李明子 王磊 北京报道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在25号下午4点50分 成功组织了探索一号 中国科技之星 科技城之星商业 亚轨道运载火箭首次飞行 探索一号 中国科技城之星运载火箭 是北京一家科技公司 自主研发的首型火箭 飞行中 火箭完成了全程机动飞行 大动压整流罩抛罩分离等动作 这一型号的火箭 可以广泛应用于超燃冲压发动机 导引头 航天产品准入考核等领域 可以为气象探测 微重力试验 卫星载荷等试验提供服务 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请出台北记者张绍兵来告诉大家 绍兵早 好的 全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台湾方面的消息要先带你看到2020大选 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 昨天邀请资深党员 以及各地的重要人士 成立全台顾问团 这也代表韩国瑜的复选组织 已经整军完备 请看报道 2020台湾大选 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 出席由全台各地地方组织 国民党资深党员 共同组成的顾问团成立大会 韩国瑜喊话 他现在对选情充满信心 我强烈 强烈的有信心 这场选择的输赢 大概就是在3%到5% 这个是各方面非常权威的分析 顾问团的功能在于发挥国民党各县市 各团体的组织 辅选功能韩国瑜无法深入的地方就由顾问团成员经营 同场出席的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下达军令大选要赢立法委员的席次也要冲过半数目标六十席 第一张选票投给韩国瑜好不好 第二张投给区域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让他当选立法委员好不好 第三张选票请投给中国国民党那张是政党票 吴敦毅指出去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国民党大胜 2020的选战国民党更要延续成胜追击 凤凰卫视林清明蔡庸人台北报道 台湾报纸焦点要先带您看到 昨天举办第二场的大选政见发表会 三位候选人针对贪腐的议题进行激烈争辩 韩国瑜批评蔡英文是被民进党派系架空的无能领导人 她纵容派系大捞特捞大贪特贪 无法创造清廉团队成为台湾当前最大的危机 报纸焦点要继续带您看到 近日台湾的官方公布 35岁以下的年轻人平均年收入大约是54万台币 韩国瑜阵营昨天召开记者会 列举十位绿营的青年 宣称他们凭借着跟绿营高层的关系 才有机会领到高薪 讽刺意味十分浓厚 并批评蔡政府调整基本工资的政策 无法改善低薪问题 接下来采访重点就要先带您关注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日前间接表态 愿意帮韩国瑜辅选 随即积极投入基层的辅选工作 今天将赴新北市帮党内提名的立委候选人站台打气 要营造蓝军的团结气势 采访重点最后要带您关注 距离明年大选投票日倒数剩下15天 韩国瑜今天下午将会跟副手张善政一起出席青年创业的座谈活动 预期他们会再强调青年政见 像是提供低利率的创业贷款 吸引年轻创业人士的支持 台北站会带您掌握 那以上就是台北站的新闻及采访重点 再把时间交还给全全 好的谢谢邵斌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 来看看报纸 在香港呢 其实如果想要看个演唱会 看个演出 真的是深受黄牛之苦 我自己个人经验就是 如果稍凡有一点点人气的演出呢 基本都不可能通过购票网站正规渠道购买到 黄牛来加价买票 而且加价的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低 非常让人吐血 那香港特区政府呢 早前也是通过了不同的手段 希望能够打击黄牛的生意 最近有香港记者是混入了黄牛集团来当卧底 在黄牛集团里面卧底当这个购票员 然后呢 从里面偷偷的这个偷偷的这个复制出了黄牛集团买票的刷票 抢票的程序来让专家鉴定 结果专家发现呢 这个程序其实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低级 都不用专业黑客 基本是学校的学生就能写出来的程序 这个程序呢 是在一秒钟之内过百次敲门 向这个网站发送过百次的这个连线的请求 抢先登入网站来抢票 那有专家就批评说呢 这个这个程序这么低级都能抢掉票 完全是反映了购票网站 它的防盗的系统 防抢票的系统做的是有多差 但专家也认为说呢 哪怕是网站更新了自己的系统 黄牛可能也会有新的对策 这是一场永远没有止尽的攻防战 好再来看到 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呢 不仅是内地的老百姓吃猪肉 受到影响香港的公港活动 活猪数量也是锐减 现在呢 每天公港活猪的数量大概是1500头 差不多减少了一半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香港有业界人士就向政府建议说 可以考虑从其他的国家或地区来进口活猪 增加供应 现在业界已经到不同的地方去考察了 他们考察了像泰国 马来西亚 台湾等等地方 最终发现呢 韩国 它的猪场设备是最先进的 安全系数最高 而且猪肉的品质也不错 现在已经向政府建议首推从韩国来进口猪肉 那可能呢 目前会和韩国的四个猪场合作 通过船 每天运送400到500头猪肉来到 500头活猪来到香港 那目前呢 现在政府方面表示说 已经在跟韩国的政府来考讨论 像运输路线啊 以及检验检疫等等的安排 如果事成的话呢 可能最快明年的2月份 从韩国釜山运来的活猪 就能够抵达香港了 那政府也在短期内就会公布最新的消息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 欧洲和美国股市在25号 因为圣诞节假期休市一天 而26号 差礼物日 欧洲各主要市场是继续休市 美国股市则会恢复交易 好 再来看到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表示呢 国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将会在2020年初出台 他表示在中央企业负责人 会议中指出 要重新离定央企主要负责的业务 各家央企要严控非主业投资比例和投向 加快推出非主业及非优势业务 他在会议上又提出 今年央企累计减少 法人超过一万四千户 处理僵尸企业和特别困难企业 总体工作进度达到九成六 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信息显示 今年的首十七个月 中央企业的净利润按年增长百分之九 截至上月底 央企平均资产负债率按年降低 零点一个百分点 踢除有关因素之后 下降超过一个百分点 有58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下降 债务风险总体在可控以及控制当中 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 意见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稳就业措施 意见指出要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将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商保险费率 失业保险稳港返还和职工在港培训补贴政策 延续实施一年 同时加强对企业的金融支持 规范企业的裁员行为 意见也指出要开发更多就业岗位 支持社区生活家政旅游等吸纳就业强的服务业发展 整个经济稳下来 首先要保证就是就业率 那么就业呢 现在是因为就业牵扯到什么 民生问题牵扯到社会大局 社会安定的问题 这个是绝对是排到第一位的 在这时候提出六文 就说为明年的保这个经济的稳定 稳自当头 注下了一个这个稳定期 意见称要促进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创业 降低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 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加强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设 所以中央才会进行一个 首先调结构 那么经济结构调顺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中高端制造业 包括能够进入到世界的这个领域 而且能甚至有部分领域 行业能传的情况下 那么必然会解决大量的什么 本科毕业生 我们讲到了这个就是得说 这个普通高等教育人才的就业问题 意见还提出要做好基本生活保障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 但仍未就业 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 不足一年的人员 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 直至法定退休年龄 对生活困难的失业人员 按规定及时纳入临时生活补助 最低生活保障和临时救助等范围 凤凰卫视陈鲜蜜李廷生 深圳报道 好 休息一下 回来有专线大观 稍后见 欢迎订阅 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 来看到朝鲜女足 据报将会退出东京奥运会 女足亚洲区预选赛A组的赛事 那这场赛事呢 将会在明年的2月在韩国举行 那据报现在朝鲜方面 已经是告知了亚洲足协 不会参加这场比赛了 但是没有说明 为什么要退出比赛 目前也没有其他的参赛队伍 会替代朝鲜 好 再来关注到呢 早前世界反禁药组织 是指莫斯科当局伪造数据 所以才定俄罗斯的 禁止俄罗斯参与 包括2020东京奥运 以及2022北京东奥 在内的4年国际赛事 都不能参加 俄罗斯的运动员呢 不能代表国家来出赛 那对此呢 俄罗斯奥委会就透露说 俄罗斯的反禁药机构 最迟会在本周五 上诉国际体育仲裁庭 而且俄罗斯奥委会也表示说 虽然有4年的禁令 但是俄罗斯的运动员呢 还是有机会 可以代表国家参加 2020东京奥运 好来看其他消息 今年第29号台风八棚 26号凌晨 移入了南海东部 目前在海南省的三沙市 东偏南方向的海面上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预计强度会先维持 并且逐步的转弱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台风蓝色预警 而八棚在圣诞节 吹起菲律宾中部的多地 数千人要被迫从家中撤离 并且造成一人触电身亡 八棚在24号傍晚 登陆东萨麻省 据菲律宾大气地球 物理天文局测定 最大风力达到时速140公里 当地持续暴雨 有民众冒着风雨 修补屋顶 台风连夜吹袭 东米沙烟群岛多个岛屿 摧毁上百栋房屋 在班乃岛的伊洛伊洛省 有居民房屋坍塌 水流倒在一片泥泞中 洪水淹没道路 行人涉水而行 车辆停靠的路面 水位上涨 台风造成局部地区断电 工人正在抢修电路 在中部的莱特省 当地居民拍下 房屋净水的画面 形容这个圣诞节令人悲伤 超过2万名乘客滞留港口 至少60班国内航班 也被迫取消 运气巴鹏将继续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并移入南海 29号前后 在南海中部海域 减弱消散 方航卫视 综合报道 南美智利的港口城市 瓦尔帕莱索 圣诞节前夕发生火灾 摧毁了至少150栋房屋 被迫撤离的居民 25号圣诞节 回到家中收拾残余 智利内政部长表示 火灾很有可能是纵火引起的 大伙受到控制后 受影响的居民回到家中 清理满地狼藉 事发的瓦尔帕莱索 平民区只剩下一片废墟 屋顶和墙壁都已经在大火中 遭掀翻摧毁 民众环抱一只在火灾中 幸福下来的猫 给它喂饮用水 邻里之间相互拥抱安慰 有目击者表示 居民们在圣诞前夜的 庆祝活动中 匆忙逃离家园 其中一些人 失去了所有的财产 甚至连宠物都来不及带走 制定内政部长布鲁梅尔表示 大火很有可能是由纵火造成 当局将对火灾展开调查 对肇事者严惩不待 消防人员表示 大火是由南半球夏季的 高温和强风引起 并从一个森林地区 开始蔓延到城市 瓦尔派了所以五颜六色的 木质结构房屋文明 很受游客欢迎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意大利教育部长 洛伦佐 菲奥拉蒙蒂 在25号对外表示 由于他未能履行承诺 无法从政府获得 33亿欧元的教育预算 因此向总理孔特请辞 洛伦佐在采访中称 他已经在23号 向孔特递交辞职信 而且这一决定不可更改 外界指出 由于意大利执政联盟内部 在欧元区改革和移民问题上 存在分歧 洛伦佐的辞职 对政府来说是一个打击 洛伦佐是反建制的五星运动党员 在现任政府9月成功重组之后 他曾经表示 如果无法在2020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 争取到33亿欧元的教育预算 他就会辞职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向都强调精通运动的个人形象 在这个圣诞节 他也不忘来一场曲棍球比赛 画面右边穿着11号红色球衣的就是普京 比赛在穆斯科红场举行 也是夜间曲棍球联盟系列赛事 这个业余联盟本来就是普京在2011年发起的 7年前比赛成了他的个人传统 而其他球员也不简单 除了总统 同场的还有国防部长绍伊古 以及政界的重要人物 可以说是俄罗斯精英队伍 赛后普京更和队员一起为队中的著名职业球员庆生 圣诞节期间各地人民的庆祝方式五花八门 在德国和英国等地呢 冬勇会的成员们不为严寒 用冬勇来庆祝佳节 在德国柏林 一群来自柏林海狗冬勇会的成员们 头戴圣诞帽 身上却只身着泳衣泳裤 就向湖里走去 他们在湖中开怀畅饮 在歌在舞 快乐地庆祝这圣诞节 其中还有很多老人家 成员们认为 冬勇不仅有利于身体健康 还可以磨炼意志 所以虽然当时的水温只有五摄氏度 还是有人抱怨太过温暖 觉得要是能结才够刺激 而在英国首都伦敦 海德公园的蛇星湖中 一场热闹的圣诞冬勇比赛正在进行 人们争心恐后的向前游 已对白天鹅在湖上亲密地依偎在一起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看各地天气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